我可以拿你 你看這個比較薄 然後上面有硬幟 由基隆市議員林敏勳積極爭取 全市第一座和工友市場合作的 GOGO樓電動機車換電站 在暖暖區遠遠工友市場正式啟用 車友們都很開心 專程前來換電池慶祝 住暖暖的在地的人來講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以後如果要到九份 或是到冰海的話 這條路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會有電力不足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去十分或平溪 都會經過暖暖 如果這邊有一個充電站 能夠讓我們這邊補充一桶電 讓我們可以充上山 然後在山上可以玩很久 所以如果暖暖能夠有一個充電站的話 對我們來說 能夠上山的這些車友其實是非常棒的 因為像基隆的換電站 它比較偏向於市區 那我覺得說在這邊的話 會對這邊附近生活的居民會滿方便的 這也是兩年前市議員林敏勳積極爭取在 過崗里民活動中心外面 設置暖暖區第一座 Gogoro電動機車換電站之後 再次爭取到全市手座和工友市場合作成立的換電站 更希望幫助市場有getchy的效果 吸引車友來市場採買喝咖啡 去上班然後可以這邊順便換個店 或是家裡面爸爸媽媽買個菜 順便換店都非常方便 買菜大部分都是以長輩為主 那我們希望說這次這個換電站設置在這個地方 除了這個是本市 那個第一座與這個工友市場合作的案例之外 我們也希望達到這個Gogoro電動機的結合的一個效果 讓更多的車友來到這邊換電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其實我們有一個很棒的這個工友的圓圓市場 那它有小市場咖啡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傳統的這個市場的攤販 那在這個地方裡面 可以讓這些車友了解之後 那進而達到購買 達到大家相互共好這個Gabchi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也在這邊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敏薰在2020年爭取了這個過港的換電站 那因為這個使用率非常的高 那所以說很多民眾常常跟我們講說 去到那邊換電都會換到沒有充飽的電 或是說甚至連電量一半都不到 所以我們這次也跟Gogoro公司來做協調 那它也在那個我們現在已經有了這個過港換電站 會再增加一座機台 大概8顆的電池在裡面 會讓到過港的有換電池後的這些車友 可以換到更飽滿的電 然後可以行駛得更加長久 而遠遠市場換電站正式啟用 也可以方便許多不同廠牌電動機車族 來這裡更換電池 並且到遠遠市場消費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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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